土石滑下当土墙 滚滚的黄色泥沙不断冲刷 家里玄关就像小瀑布一样 倾泻下来泥水扫都扫不完 重返家园见到这幅惨况 回响土石崩落瞬间心有余悸 当然会吓一跳啊 所以我一直打电话求救啊 当然一定会的嘛 这个台电它这个电台 它在旁边我们本来也是 本来说就很怕了 不止阳台窗户被落石砸毁 满地凝腻积水也寸步难行 走出门外看到土石崩塌景象 让居民吓坏了 山坡上的电台基座罗漏 得用帆布覆盖维护 土石不断滚下 也让他们担心电台可能崩落 重迴事发现场 高压电台就在土石崩落的山坡上 看起来相当危险 台电人赶紧前来处理 而居民最怕被受影响 也急忙撤离 透过卫星图看到 高压电台旁就是细纸伯爵街 六项八项十项 但电台就在六项末端 巷弄里共住了21户85人 而这处山坡水土保持 由伯爵山庄的建商 及台电人员共同负责 不过市长侯友宜 看灾时曾强调 搬迁高压电台 才是一劳永逸的做法 这有可能吗 把一些可能会滑落的 一些灾害的部分 我们先把它控制住 那盖防部也就是说 避免雨水一直在侵入 做法的部分 我们可能就会跟台电 还有相关的单位 这边我们来去做研拟 担心土石继续滑动 影响安全 台电人员也站上吊车 利用帆布铺盖铺面 对于新北市府想搬迁 台电回应暂时没有考量 专业人士勘察后认为 挡土墙没有损害 电台基础稳固没有安全问题 强调高压电台 比伯爵山庄海藻新建 四十五年来都没有问题 只是附近住户密集 大家也担心水土保持 无法及时改善 电台需不需要迁移 新北市政府和台电 说法不一 TVBS新闻 董佑俊佩宇 新北市采访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